好 開始了 今天是8月11號 現在這一刻是12號 是啊 失討差了 不行 我的聲音真是 現在好少少 現在呢 現在好少少 現在我聽到沒問題 剛才不行 你再說話我聽不到 現在可以嗎 現在可以 今天呢 多區都有大示威 示威者仍然採取快閃的策略 但是今天發生了很多事 警察的武力好像是加劇了 加劇了很多 今天一定要說 今天8月11號 全香港的人都要記住 是啊 今天是一件 非常之嚴重 今天這個日子非常之嚴重 是啊 有女示威者被警察射盲 射爆了一隻眼 是啊 有大量的示威者被她極暴力對待 甚至乎我們剛才最新看到的那條片 原來在太古地鐵站門口 是近距離開槍射擊 今天是血腥星星期日 今天是血腥星星期日 是啊 結果是血腥星星期日 周圍都是血 剛才有一個人在銅鑼灣 應該被人按下在地上 整面流血他都還要再按 這個一定要說得很清楚 今天不是示威 今天是警方大屠殺 香港黑社會 是啊 這件事情一定要說得很清楚 我覺得 基本上就是黑社會警察 現在 其實應該是 納粹黨來的 這班已經是 有什麼分別呢 今天已經去到 今天幾件事 概括 血腥暴力 插裝嫁禍 每件事都做齊 滲透自己搞恐怖襲擊 自己做示威者 然後放途 放途 放途 我現在在懷疑 其實很多人都在懷疑 最近一連串的示威者 是不是真的用得這麼交關呢 譬如製造汽油彈 扔向警方那些 我都在想 你示威者出街的時候 又怕被人搜身 怎麼會有張氣油彈 躲在身上呢 就是 氣油彈 就是以事論事分析 特林這類型的事情 是有困難的 你說近日那個示威 是不是有暴力升級呢 當然我不會覺得 全部 一些激烈的行為 都是全部是 黑警做的 我又不是這樣認為 因為事實上 民情已經是去到 都 是覺得是需要升級的 因為 本身 警察已經是做了太多 暴力的行為 不停地開槍 打記者 沒有記者的時候 就打人 按了我落地 拉回警察 打人 現在已經是事無忌憚地 現在 黃埔這一刻 就是大量的街坊 在吊警察 警察是事無忌憚地 用閃光燈 對著記者的鏡頭 是不停地閃的 這根本不是人 這根本不是警察 這些 警察 你根本就是一個非法武裝組織 嗯 一班 一班 簡直是一班爛仔 嗯 即是 納水德國 這樣 今天 是啊 這班人真的變成蓋世太保 因為 他們使用武力是極離譜的 即是他不是去散 也不是抓人 即是 要去到 即是想殺人 他是想殺死了 示威者 我們再分析 現在外面的人已經在質問了 爬上去天星碼頭上 把國旗扯下來 扔下海 然後 陶烏國徽 中聯辦門口 是否都是警察做的呢 人們不禁要問這件事 是吧 我講真的 我真的不肯定答案 但是 有這個疑問是很正常的 這一刻 即是甚至乎有一天 我忘了是哪一天的示威 有幾個示威者 就是我們剛剛說了這個 叫做 有 警察 高層 說要 製造 用燃燒彈去燒死自己的手足 果然之後 就有人扔燃燃燒彈在沙田警署那裡 是的 即是這個不禁令人懷疑 但其實你問我 我不會切割的 我一定不會切割的 沒有人會切割的 現在講得很清楚 我們現在討論警察的陰謀 但是我們是不會和這些事切割的 是 沒錯 沒錯 因為 我們當初說的消息 其實都是由 就是有些 在警察裏面做的 比較良心 覺得很受責備的人 他們說出來的 就是說 他們收到消息 是 警方高層是要找一些 密識一些人 做勇士 去放火 是 當然都要很高級的才知道 不高級的都不可能知道這些消息 對不對 對不對 因為你被犧牲的是前線那幫 尤其是防暴警 那示威者不是消防暴警 是放燒速炉的 隨便燒一堆 那他們呢 沒有衝衝示威者呢 今天很明顯就已經暴了光了 之前有沒有在那裡搞滲透呢 因為我覺得一定有人搞滲透 一定有 一定有 是的 就是以往那裡那麼多 那麼多宗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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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武力也算是 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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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真的 那些警察的人 混進來呢 那些臥底 不是不可能 真的不是不可能 因為以前呢 老實說 我們都不太相信陰謀論的 但是呢 看到你現在警察 基本上可以跟 荃灣啊 北國那些福建黑社會啊 加上那些元朗那些黑社會 勾結 是吧 你簡直是靠他們出去打人 打完人你們出來清場 到有些人 街坊反對的時候 你還抓了街坊 就放過了那些黑社會 今天已經 今天是差點數了 還有北國 今天已經是所有你可以想到的壞事 是做齊了的 基本上是 是啊 社會 福建幫打人 警察保護著的 是 警察記者就拍到了 是 北國那裡呢 我呢其實就特意 下午和晚上 我特意去看的 那裡是聚了很多 那些人呢 其實看的樣子 不是本地人來的 全部都是大陸下來的 有很多有大陸下來的人 當然有些街坊 有些很老的 有些街坊 那我都踢拖下去 所以都很順利 都很安全的 那我也是穿拖鞋下去 那我看到呢 就是有一堆警察 在那裡等著 但是呢 基本上沒有示威者的 那有記者 有很多記者在我現場 尤其是錦平街 錦平街下午的時候 聚集了 我想有十幾二十個記者 是 跟著呢 去到明源西街又有一堆記者 大部分的範圍就是由這個 書局街開始 去到明源西街這段的 就是華風那一帶 新光華風那一帶的 這個北角的英王道 那兩邊都是這樣 主要是集中在新都城那邊 因為新都城以前 即是說六七暴動的時候 都是警察 都是重點打擊那些阻子的 就是在那裡的 嗯 嗯 是的 這樣的 那我今天現場看呢 其實是沒有示威者去北角的 因為我們都勸了 大家不要來北角了 因為呢 人家花了錢 一定要來打你們的 那你們也沒理由被人打的 所以呢 其實示威者 我覺得也有聽他們的勸告 去了銅鑼灣 灣仔 是啊 是啊 那接下來呢 到了旁晚呢 就開始有個 好像穿黑衣的人 就走過 有年輕人就被人圍打 那當然警察都是 等他被人打完才進去 其實是故意的 但是那些 說真的 都是路過的 今天都沒有人來示威 是不是 很明顯啦 就是根本已經是 去到一個地步 是令人發指的 已經是 是啊 你根本已經不是 根本已經不是 完全你不是做 你不是紀律部隊 你已經 你無所不用其極 現在是 你串通了這幫大陸人 來打香港人 現在不要說你 你打黃絲還是藍絲 甚至乎你打那些街坊 都不知道 可能是不是都是撐警的人 我不知道 你現在縱容 簡直是縱容 內地派人下來 今天也有很多人說 其實今天的警力 多得是不尋常的 其實 是 我們都覺得 今天 到底是不是 已經有大量的武警 滲透了下去 我現在是不敢否定這些 現在什麼都有可能 是有可能的 因為 因為他們負責抓人 那些當然是本地警察 又要講廣東話 又要知道香港的地方 但是很多那些 穿了防暴 你看不到樣子的 可能是由武警 扮演都不定 是 現在我們完全不敢否定這種說法 因為是不尋常多人的警察 今天是很不尋常 今天明明知道 明明明我們分析過他的警力應該是不救的 今天就彷彿好像是回應這個說法一樣 無端端突然多了很多人 極度充足兵力 今天他是很有信心可以應付你的 他預計了你有多拘火頭 是 這麼有信心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本身已經有滲透部隊 在你裡面 是 也本身已經有解放 已經有武警 增加了兵力 是 所以今天他有信心 無論你們怎樣閃擊 他都有辦法 他今天很明顯是 針對你們的閃擊戰的 是 而且 他們認為他們的滲透 是 你從側魚衝出來 他們現在的防部隊 在外面守住 很明顯就是你們的行動 是有滲透 是被人滲透了 是 那當然一早就知道 就是他 進了公海group 那裡看 一定是看了 一定知道的 就是我相信今天不止 他應該進到一些 再深入一點 就是 我覺得都是一些行動group 是 他應該是派到一些人 因為老實說 警察都是很多年輕人 二十幾歲 派了大量的人 運進去 甚至乎是跟前線的 已經運熟了 不奇怪 是 有可能 所以 本來 警察就有很多臥底 本來就用來深入黑社會 現在就不用了 反正他自己都黑社會了 等於 他就用了那些 就是少年警訊 把那些全部 拿來運進去前線 立功 他本身年輕一點 學堂不離 畢業沒有多久 他就用這些 這個機會相當之大 現在 是 是 不好意思 因為病了整天 今天我都是落地看了兩尊 其實北角正常是沒有事發生的 他們 因為沒有示威者 所以那些 那些 那些 雇用兵 最後就打記者 轉為 選了記者來打 然後 警察 動手抓人 不過就是拘捕那些 記者 還有拘捕那些 直播的 有個 好像是 地區主任 好像城市花園那邊的 地區主任 有個女生 就被拘捕了 就被拘捕在地上 因為 你沒有示威者拘捕的 你只能夠是 找一些記者來開刀 其實很多時候的記者 因為今天好像 報重兵在北角 我看到北角有很多記者 知道 因為覺得他會有大事發生 反而沒有示威者到 記者成為犧牲品 東方日報也有記者 被人打 也有阿伯拿著國旗 打那個外國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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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今天繼續說回陰謀論 現在我覺得他是 改了一些策略 因為首先他再說回 他是轉了指揮官很明顯 就是轉了策略 現在 是不是轉了指揮官 我不知道 他肯定轉了戰術 現在 他不會排防陣 也不會排防線 今天其實催淚彈 都是象徵式 就是 他不會 用催淚彈驅散 但他現在是出雷彈 逼散了這個陣 之後 立即就是一大堆人 跑出來拘捕 也不會有無證據 總之見人就拘捕 他已經鎖定了 哪些裝束的人 他會拘捕 基本上是 你都不會理 你已經 是 其實他都不理裝束 你穿白色衣服 都照拘捕 是不是 都不是說裝束 其實是 總之見人就拘捕 今天很明顯的戰術就是 要無論如何 快速清場 見人就拘捕 你一退他就拘捕 一退他就拘捕 先打散你的防線 是 其實你看得很清楚 他今天很明顯 充滿信心 要清理牆 是 他預料了你的 其實 可能這幾天已經 B拼了很久 已經改了用新戰術 嗯 當然再加上那些滲透 那些用裝黑衣的人 本來我也不想相信那些陰謀論 但今天當然是證據確鑿 直接拍了出來 電視無線都拍了 去訪問那個人 問他是不是警察 還要罵 還要罵你是不是敬意者 那個無線的鏡頭 你問他是不是記者 已經去到這樣了 是 是 他說無須出示委任證 那你叫你自己問 問那些 警察公共關係科 那大家都知道 心照啦 不是記者 那你一車一車人 是吧 那現在他們 其實今天這件事 更加肯定到 一個事實就是 他們是不會出解放軍 是 他們現在很明顯 他們最新的 黑警的指令就是 他們去解封了過往的一些規矩 他們可以用無所不用其極 嗯 是 他們是想這樣 就是 大家要明白 往後 那條道路 會 崎嶇了很多 其實 就是 本來都不是 我們本來都不是很天真 本來都知道這條路 不是崎嶇那麼簡單 這條路 是 這條路是生死鬥 其實 是啊 現在是生死鬥 因為 接下來的行動 我覺得你們要重新再組織 因為 很明顯就是 有警察 我想不是說 就這樣看公開局那些事情 是打得比較深入的 進去那些前線那裡 是 我知道了 因為這次沒有大台 所以他抓不到 就是沒有辦法 在家裡抓人 始終每一次都要在街上 才可以抓到人 不能說 我們抓到你的指揮 或者根本都沒有指揮 但是 沒有指揮這個問題 也是會令到 外面 前線 都 很多那些 行動 大家的行動 很難一致 也很難有 怎麼說 很難到 那些隊形一定不齊 這次 坦白說 你問我 我又不覺得 他可以長期做的 這件事 始終其實他可以做臥底的人 說真的 就算你去到一千個 我當你 其實沒那麼多 我當然想深信 最多幾百 但是你每次出現之後 你就浮了桌 被你抓到幾個人 之後你就不能夠再做了 以後都 以後都知道你是誰 就算是誰 嗯 今天那些 我看似乎都被人 起了底 那兩個 做臥底 哦 是啊 你的名字都點出來 是 總之接下來的策略真的要改變了 因為我們 要做一些 我們那個 付出成本 不用付出那麼多的人 說很容易 這件事 你坦白說 你問我 有些人在那裡說 不要了 要變回和理非 這件事是不可能的 是不可能的 一定沒有可能的事來的 你遊行 你罰對反對通知書 你拿到嗎 我都遊行的了 以後 集會 他都可以說 你飛一下集會 就會驅散你了 浪費氣的 其實還想著 還想著走回頭路 是愚蠢的 基本上一句都說了 是 喂 他去到這個地步 你以後還想繼續 叫警察叔叔嗎 不要說三十年了 半個世紀都會挽回不了 現在 不可能的 這個真的不可能 這隊警隊 如果不解散的話 是不可能再令市民再相信的 因為我覺得他們今天這樣走法 只是更加顯示他們是如不可及的 他們 我們 有時候 可能我們都要再冷靜些想想 他們走到這一步 因為他們是沒有路走 因為他們已經跟全香港市民作對 因為現在他們所有的市民 都是他們的敵人來的 變了 是不是 所以他們只能夠 做一件事 是混入示威者 扮示威者 做一些好像很傷害市民的事情 令到市民害怕 不敢再理了 不敢再提了 也不敢支持 這是他們的盤算來的 甚至乎他們是要提供一個 一個 一個叫做 足夠的理據 那我們一些示威者 是活該有餘的 我們今天開槍打爆她的頭 是開真槍的 你們也不應該反對的 他們是想制造這個 所以他們肯定是想這些 現在確實是這樣走 不知道 但肯定在想這些 肯定在想這些 這樣 我认为示威者真的要再想清楚策略 我们真的要改变策略 以放心偷方面我们也要小心一点 因为你都知道共产党最擅长是搞间谍的 每个组织都可能派到间谍 对吧? 嗯... 那这里就说到这里